请你这么做医生的忙 我吃不了别人 还吃不了你了 老二 这个小姑娘 你们干吗 我请出去 你们干吗 先生 你不要来这儿 干吗 怎么了 别动手啊 不对 既然反射也不会这样抗筋 现在应该先做戒边诊断 排除更严重的疾病 后面的家属说了 平时也会有这个状态 可以自信缓解 这肯定就是舞蹈症的 症状波动啊 这很有可能是心发疾病症状 你欺负谁不懂医学呢 你懂是吧 你是医生我是医生啊 你刚学了几天皮毛啊 就来卖弄啊 维安 你的心情我们特别能理解 但你毕竟不是医生 要相信医生的判断 医生都说了没什么大事 哪有人盼着自己的亲人 病情严重的呀 我不过是学了几天皮毛 那我也知道 医生应该做鉴别诊断 你开了几眼 就要患者回家观察 有你这么做医生的忙 以你这样不负责的态度 我很难相信你的医的医术 我要见今天的三线 你见三线你是谁呀 你说见就见呀 再说你少拿三线压我 贺小光 今天我姑姑要求任何事 我一定会告你告到 你再也当不了医生了 我吃不了别人 还吃不了你了 喂 喂 要我们就先听医生的 观察一下 原来这样 我先打个电话 你别挤吧 妈 姑姑现在请我很危急 这个小姑娘 你一到 你们干嘛 我请出去 你们干嘛呢 先生 你不要来这 干嘛 干嘛 怎么了 别动手啊 没什么事儿 这儿有个医闹 忙你的吧 顾医生 我就是事办 我来负责 贺医生 我是问你患者怎么了 患者煮宿四肢发疆 介于他有这个高血压 和这个亨廷顿舞蹈症的 这个病史 你说什么 亨廷顿舞蹈症 对啊 亨廷顿舞蹈症 对啊 亨廷顿舞蹈症 对啊 亨廷顿舞蹈症 这儿是什么 的 那个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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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患者发失症养性 立刻给患者安排头部CT 看 头部CT可看不出舞蹈症啊 但CT可以看出哪儿出现 吴毅商 你不会是怀疑我误诊了吧 患者神清语力 面部对称 四肢激励无明显异常 就算是拔式症 阳性 但是亨廷顿舞蹈症 本身也可能出现病理性阳性了 这就是典型的 舞蹈症的症状波动啊 还浪费什么时间呀 反而这些患者家属 刁蛮屋里在这儿闹事 如果你这个头部CT出来没有问题 那他们是不是还得告我们过度医疗 何医生 亨廷顿舞蹈症的体征具体都有哪些 舞蹈动作 不是顾医生啊 亨廷顿舞蹈症是个罕见病 我们平时这样的病人是 见得少之又少 再说我的主攻方向也不是这样 你现在当众 问我这个细节问题 你这不是强人所难吗 何医生 你连亨廷顿舞蹈症的具体体征 都说不清楚 你怎么能断电 患者出现的僵硬状态 就是亨廷顿舞蹈症造成的 这个时候难道不应该 先排除更严重的病症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